- 悲哀宿的部分,在沙發和滿滋事件, 對手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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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象徵著在颱風天出勤的狀況 我們的勞工冒著風雨 他可能常常是穿著雨衣夾角脫 要去涉水 進入公司浮勤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規範颱風天 勞工是否可以出勤的 他只是一個天然災害 出勤跟相關公司給付的一個要點而已 一個只有行政命令的要點 他對資分完全沒有任何強制力 把無明定的狀況上 讓勞工每一次在颱風天來襲的時候 得要面臨到一個天然交戰的兩難處境 要嘛選擇被懲處被刁難 要嘛就是選擇受傷 那我們認為這個對勞工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經歷過就是在上班執勤的時候 騎摩托車要去公司 要執勤時坐江湯車到公司執勤 發現就是因為在颱風天有露倒的樹跟非常大的風 但因為我們叫不到計程車 所以就必須就是我們可能自己要想辦法去坐交通車 甚至就是我曾經也打過就是 我們曾經有很多組員在颱風天執行的時候 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都找不到計程車 然後公司就是跟我們講說 那我們在家裡持續待命 直到一天風雨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再出門 直到了公司之後呢 可能坐上 可能我們知情的時候坐上交通車 交通車的司機開車在我們前往 臺南坎公司報到 其實在一路上 高路上面其實都是風雨很大 其實車體是在搖晃的 其實在車上的組員們 甚至是開車的司機大哥們 其實對安全上的疑慮其實都是有考量的 想當年前年在凝撒颱風的時候 有五百多個空服員請可以在家 其實這是一直以來 空服員對於颱風執勤時的恐懼跟害怕 其實心裡面有一個黑暗面 就是在颱風天執行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其實都會有安全上的考量和疑慮 請假一直以來就是我們心裡的痛 像我個人全勤了十幾年 沒有請一天併假 為什麼 因為請假 你就兩個月不能換班 它是一直到2015年 工會組織開始有比較顯著的成果 以後公司才讓戶說 你可以一個月請一天審理假 然後你還是可以換班 那換班等於是空服員的 生命吧 因為我們請假的規定很嚴格 你必須要在三個月之前 你就要遞出你的特休假 那有時候你事情可能很突然 我們又不是固定休週末 那如果不能換班的話 對我們來講就是很大的潛質 還有我個人在2005年剛進公司的時候 一樣跟剛剛王美欣理事分享的 我叫不到進行車 我不會開車我也沒有車 剛進公司哪有錢買車 我騎摩托車去上班 我穿著這裏 我穿著衣服 中間停在那個人愛敦花路口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忘記 因為那個風勢在太大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冒著身體 我先不上班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不去上班 結果到了公司以後 十一點報到飛曼谷來回航班 預計晚上十點半路 到公司以後公司說飛不出去 因為風太大機場關閉了 怎麼辦 我當場他說改到晚上六點你再來報到 那中間這七個小時我要去哪裡 你沒有飯吃 然後可能沒有地方可以睡覺 然後等到晚上再去上班 然後隔天落地是 隔天早上清晨六七點 在五百位控服員依法性天災假之後 公會非常積極的督促 以及跟公司進行多次的協商 終於在最近一次的瑪莉亞颱風 公司召開了訪台會議 然後事先做好了班機的調度 然後預先取消了許多的航班 這部分公會是給予長榮航空肯定的 但是就於控服員請假申請的規定 這部分公會在這邊必須要站出來 非常嚴正的抗議 公司偷偷摸摸的片面 修惡了控服員申請天災假的規定 首先他告訴這些申請天災假的組員 他們不接受政府停班停課的通知 他要求這些申請天災假的組員 還必須要另外繳交交通中斷的證明 這個所謂交通中斷的證明就是指 只要你家前面沒有淹水 路橋沒有斷掉 道路沒有堵塞或者是招牌掉下來 雜道你路宿沒有倒塌 你就必須要使命必達的到達公司出勤上班 第二如果你申請了這個天災假 你的全勤烤機將會被扣分 還有空服員將會上市申請航班的資格 那今天在這邊 這個事件也凸顯了 這個天災假只要沒有立專法通過的一天 勞工的生命安全就不會得到完整的保障 那在這邊要呼籲勞動部的官員 你要積極的督促立法通過 讓這個天災假可以有一個對雇主有強制力的要求 就是希望勞動部不要看護雇主 口口聲聲說要保障勞工的權益 可是我們經過一年了 整整的一周年 我們竟然還沒有判到天災假可以立專法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勞動部公開回應的 第一個有關勞動部公開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些勞資爭議 也就是說不管是中華航空 或者是長榮航空 它現在針對員工 尤其是輪班人員 他們天災假請假的權益 只要我們都是限縮的 這個包含說它會更改我們的價別 要求我們不能請天災假 不然就會取消全情的會影響我們全情的考基 甚至影響到後庫員選班的做法 請問勞動部知不知道這個狀況 以及這個狀況是不是已經違反了 就是天災在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行要點 及工資給付要點的第六條 事業單位如果說對於勞動條件有不免的面貨 或是涉及違法的情勢的話 那我們都可以請地方現實證物來查處 好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今天來到勞動部前面 針對兩大公司跟天災假權益的片面更改 跟限縮違反要點的這個部分 希望勞動部說明 但是勞動部的官員表示 這個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那要由地方政府先行調查 你們才能再處理是嗎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那針對目前的狀況 我們勞工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屬境 我們不可能要每一個縣市的勞工局 去一一的調查 要勞工一一的申訴 那能夠保障我們的具體的做法 其實是天災假立法 立專法 那我想要問的是 勞動部針對目前天災假立專法的進度是怎麼樣 那是否支持 然後並且在這個立法的過程中 就是遇到什麼困難 你們又扮演什麼角色 首先這個天災災害發生的時候 那勞工的出勤 並不應該出勤 我們一直再次的呼籲 就是說應該要以勞工的安全為最主要的考量 那至於說是不是來立法座 針對這個部分做規範 那我之前開了幾次 因為就是各界的意見是非常的多元 而且分歧 但是我們會自己能呈現的意義 但是我們今天是勞工團體 我們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勞工的生命安全就已經受到損害了 那所以請問勞工部是不是可以站在勞工的生命安全這個考量上 就是支持天災假立法 你們的態度是這樣嗎 還是你們要去再看其他團體的演繹 那還要演繹多久 就是您的意見我們是收到 那我們會就是待會是繼續做成證的意見嗎 我們今天我們有準備登革陳情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請勞工部在七天內 就是來回覆我們的陳情復仇 七天內的意思 對 是有辦法嗎 對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那個工作人員把新聞稿 好 好 那我們就是這一張陳情的詞 我們就請大家回覆自己了解一下 好 謝謝 收到 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